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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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黄丽在进攻中被贝斯特的反击给打倒了 这个摔的还是很重的 大家听到砰的一声吧 因为特别担心是后脑就放到了 对 大家都是很 误伤 误中了不该击打的部位 我们看一看有没有 这两下的受挫让黄丽的进攻也慢下来 黄丽还是快速的进攻 两击刺拳不够没有什么力量 那贝斯特其实非常可惜 趁着黄丽在友谊阵的话 混沌的状态的话 他应该是把这个暴风接过来 那么等对方的这个风力又恢复的话 他肯定是抵挡不弱的 对 时间差不多了 你看教练在这喊还是要踢 还是要踢 还是教练指示他还是要踢 没事 教练确实很着急 但是贝斯特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对 被黄丽这样不断的向角落逼 因为他这个踢的话就太慢 对 黄丽又是冲上两击冲拳 对 你看黄丽还有这个足够的力量 你看他已经从刚才的 黄丽其实现在放手就可以了 对 从他刚才的重击中已经清醒过 他已经对黄丽恢复过来了 对 因为那个教练 好 时间到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选择 对 但是黄丽刚才这下摔的可是不轻 对